近年来时常跟国际舞团共同制作的舞蹈空间舞团 今年再度跟西班牙编舞家合作 推出新作叫做《沉睡的巨兽》 这支舞座试图对民主提出问题 他在排练的时候 编舞家就抛给了舞者一个问题叫做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真正对社会有所影响 编舞家同时也邀请观众成为舞座的一部分 观众可以在演出的时候 对舞座表达意见 甚至现场进行表决 让舞座直接模拟一个违行社会 在剧场中体现民主自由的意义 把纸箱堆叠成一根根长柱 舞者在其间穿梭旋转翻滚 忽然舞者拥抱住柱子顺势摧毁倒下 这是舞蹈空间舞团的最新跨国制作 沉睡的巨兽 宇克兰海牙科索剧院及瑞典斯坎尼舞蹈剧场 联手打造的新作 舞蹈空间试图探索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自由 沉睡就是表示说 我们很多东西都叫不醒我们 那当然这支作品就是想要唤醒大家 那他特别拒绝 我也觉得是因为很多东西很不容易改变 很像一个大的东西 要移动不容易 其实现在有很多 比如说群众的运动 当时他们看到占领华尔街 然后阿拉伯之村 那就开始思考说 其实像比如政府应该是 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 可是现在政府跟人好像距离越远 所以大家有点对不上交 我们人跟社会的关系 我们到底是不是自由 那我们想象的自由是怎么样 打破传统观赏现代舞的习惯 舞蹈空间要在剧场中 呈现出民主表决的真谛 观众有权力决定舞座如何继续发展 现在大家可以做的决定 就是你们想要继续这一段 还是我们继续下一段 我可以投票表演 那要继续的制作 林武家巧妙运用纸箱的排列堆叠 在舞者的表演之间 一再的重建与摧毁 每一种组合都让人联想到 社会群体的各种象征 那纸箱就像是 其实你会放你的宝贝嘛 可是有时候东西收藏在里面 纸箱一盖你会忘记它 然后你就会这些东西就到底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还是你根本其实虽然拥有 可是你也忘记是使用它 所以我们在排列过程里面 他非常多的时候要讨论说 你喜不喜欢 你要不要有隐私 你对隐私的态度 你对自由的态度 对自我认同的态度 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像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一个像是柱子 那你要在里面游走的时候 其实会被影响 那我要碰到它 它可能会倒 就像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民族 或者不同的现象 其实要维护不容易 那也不小心就很容易被打破 舞蹈空间舞团要在作品中 提醒观众保持清醒 别在习以为常见失去了自觉 对。